OK,我们接着来看Unix 6的认识字会 在152页,page 152,152页的地方 OK,那我们一样呢 各位同学,我们一样先来打信号 然后单字来念两次 OK,152页的地方 每个单字念两次 来,way way back back get get take take buy buy write write fly fly sadly last last OK,好,那左上角部分我们打了四个信号 get get to地方就是到达某地的意思 take take 接交通工具 叫做搭乘 buy 也是搭乘的意思,可是你注意它不是动词 OK,它是借由某个方式去某地 last是持续的意思 OK,好,打四个信号 接下来,好,接下来左下角的地方 OK,我们从印度一起来念印度 OK,India India India Rickshaw Rickshaw Taijumaha Taijumaha When in Rome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Building Building Golden Golden Well-known Well-known OK,好,那左下角画 打信号 有三个 入境随俗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Building 建筑物 还有Well-known 著名的 最后右上角还有一个哦 还有一个 也是要打信号的 来 Forever Forever 永远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单字的重点 OK 好,get的过去是叫做got G-O-T 写在旁边 take的过去是 took T-O-O-K 好,buy 请画线 我比较不想要同学翻译成搭乘 因为这样你会误会它是一个动词 其实不是 它是借系词 借由某一种方法 所以麻烦你buy 画线 然后画借由 那buy scooter 就是借由摩托车这种方法 OK 我是骑摩托车上学的啊 I go to school buy scooter buy car buy airplane OK 好,搭飞机 OK,buy 借由 right这里的意思是右边 那你画一个相反词的符号 这个双箭头 然后left是左边 left left 左边 fly是飞 过去是写fle fl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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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d是难过的 那加了ly 请画线ly 难过的 难过的做什么事情 OK,前面可能会有个动词 sadly last我们有学过是上一个 比如说去年夏天叫last summer 但是这一刻的last请注意哦 这也last圈起来当动词表示持续 持续多久 持续的意思 OK,所以这个字也算是一字多意 好,两个意思 一个是动词持续 一个是上一个的意思 last 好,那这里的笔记麻烦各位把它写完整 一样拍照给老师 左下角的地方 India 印度 OK,那我们待会会看一下 Rickshaw 嘟嘟车的照片跟影片 OK,好,那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入境随俗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来 Rom 话线写罗马 当你在罗马的时候 Do as the Romans do OK,你就要做哦 Do就是做 Us Us有等于的意思 等于谁做的事情 Roman 罗马人做的事情 你到了罗马 你就要做罗马人做的事情 表示你要入境随俗 OK,好,那这一句可以守备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接下来建筑物叫做building Build是建造 那加了ing就是建造出来的东西 叫building建筑物 ing化线 Golden是金黄色的 请化线前面的gold G-O-L-D gold是黄金 那黄金后面加en 变成金黄色的 OK,golden 比如说有人有金黄色头发 Golden hair Golden OK,金法美女 对不对 Golden 好 最后呢 Well-known Well是好的 known是知道 很好的被知道 那意思就是很有名的 那在旁边写上等于 Famous Famous 那你还记得上一堂课我们有讲 因为什么而出名 叫做Be famous for OK,好 所以Well-known就是 Famous的意思有名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Rickshaw Rickshaw是嘟嘟车 那你在网路上打Rickshaw 你就会看到这个 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人力车 好,有人力去骑或去开 OK的样子 这个是Rickshaw的样子 这个电动的Rickshaw 东南亚啦 或者是印度都会有这种Rickshaw OK,那你如果是要方便的话 就有点像Taxi那边的一个继承车 好,那我们看一下 带大家一起来搭乘Rickshaw 那这是在印度 可以看到 There are a lot of Rickshows on the road 那他们骑车的方向 开车的方向跟我们相反 他们是靠左 我们是靠右 OK 那交通非常的混乱 The traffic is very busy 那Rickshaw有点像计程车 不过你在搭之前 你必须要跟他讲价钱 你要跟他讲 我要搭去哪里 好,多少钱 好 那以上是Rickshaw的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Rickshaw的小知识 OK,Rickshaw嘟嘟车 为什么叫嘟嘟车 是因为他一直发出tuck tuck tuck的声音 那另外还有一个简单的名字叫Auto OK,那还有油门换挡的 OK,非常多的司机穿梭在大街小巷 那Rickshaw嘟嘟车是常见的交通工具 OK,好 好,那不管你去哪里 基本上就是他就可以帮你载去 不过他的价钱可能是很 很黑的 OK,好 比如说他就可能会说 My friend, this is a good price only for you OK,那你听到这一句 其实就很要很警戒了 因为表示那个价钱 可能是一个很贵的价钱 OK,好 那所以这篇文章 他有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怎么样搭到便宜的 实际的嘟嘟车的价钱 OK,好 那第一个就是你听到价钱 你就可以走了 因为一定是很贵的 好,那他就会为了挽留你 他就会跟你讲一个比较低的价钱 第一招叫转头走人 OK,好 就像这样子 他就会一直自动把价钱降下来 或者是第二个 你可以自己计算一下 用Google Map去算一下公里数 然后乘以那边的 硬度的钱 一公里大概7到8卢比 再加20卢比是起步价 OK,那这个是大概估算的 这个方法我觉得很实用 好 但是有可能会有塞车 或者夜间一些 OK,好 可能会上下一20卢比 OK 第三个就是倒回法 你已经去那边 你又要再回来 那你就可以估 这两个价钱 应该是差不多的 或是装模作样 OK,好 但是你还是要知道真正的价钱才有用 好,第五招 问人 OK,你可以问当地的朋友 好 另外还有Uber Uber也到印度来了 但Uber当然是贵一点点的 大概Uber的价钱扣三四十块 那就是有可以搭到 比较实惠的嘟嘟车 OK,像这样子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课本的152页的说明 OK,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See you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